减少交通事故 还是要人车遵守交通规则 在苗栗有一位林先生 走在人行道上 被外送机车逆向擦撞 而肇事的外送员不但不认错 而还直接离开现场 警方表示 人行道行驶汽机车 依罚最高可以开罚一千八百元 林先生走出五金行 才刚从骑楼踏上人行道 一辆外送机车 就逆向从他面前呼吓而过 林先生被吓得当场愣住 身体也被外送箱擦撞 造成腰部红肿 不過外送员第一时间 却不认为自己有错 林先生相当气愤 他认为台湾的交通 虽规划不完善 加上民众对轻微的交通违规 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人行道本来就不能骑车 要违规在人行道上骑车 就应该要更小心注意行人 何况插状行人还不认错 林先生说他伤势轻微 不会提出告诉 但希望大家多重视行人的路选 警方表示该路段的店家监视器 多装设在骑楼 无法拍到该辆外送机车的车牌 不过气机车行驶人行道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最高可开罚一千八百元 呼吁民众遵守法规 维护行人入选 记者邱子辈王若涛 苗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